Hello,大家好,我是Abi,今天我又来到KLIA啦 今天我要乘搭的是马航的商务舱 从吉隆坡飞往大阪的航班 商务舱的乘客可以快速的办理行李破运 我的行李只有9公斤 过了安检,商务舱的旅客就可以乘搭这个特别的接驳车 前往那个Gate C那里乘搭 我们的航班啦 这个专属的接驳车 是VMW,是第一次乘搭这个豪华的轿车 非常的舒服 虽然是短短的车长 但是特别的体 搭车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大叔 他有那个Enrich,Latinum的车 然后可以进入这个Golden Lounge的 First Class的Golden Lounge 我们先来看看的厕所 你想要洗澡的话是不需要排队的哦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休息的空间非常的安静 还有一些小吃啊,酒精饮料什么的 头等黄金贵宾室他的食物就是不一样 菜单都是单点的 我点了那个沙拉,牛肉汤,还有这个煎鱼都是非常的好吃 最后还要喝一点香槟甜品 非常非常的棒的体验 好了,晚上十点的班机现在就开始要登机了 商务仓的旅客呢,都是可以有限登机的 我这次是选了单人的位置在K的位置 就在最后第二排 然后我喜欢那个位置呢 是因为他的空间比较大 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就坐两个人的位置 给大家看一下后面就是两个的位置 然后这个是一个人的位置 然后这边是Cremium Economy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单人的位置 是非常的宽敞 然后我喜欢他这边可以放置我的背包 不用放在上面的那个compartment 这个镜子有点奇怪 扫都照不到我的脸 我的遥控器 然后我已经铺了我的床垫 来试一下按一下 好像有点没什么反应这样子 来看一下这个商务仓 只有一个厕所 这是那个A330 我已经准备要睡觉了 因为这个是夜机 来看一下今天晚上有什么东西吃 你可以有无限的沙嗲 等待起飞的时候 先来敷一片面膜 这个A330的机款哦 它的遥控器是有一点老旧啦 然后你想要按的话要需要打理一点 要不然就是那个储品也是有一点不够sensitive 来试一下 它的安全带 起飞和降落都需要这样打 也像坐车子这样子 准备起飞咯 准备起飞咯 我也是差不多要去睡了 然后那个餐点呢 我就跟他说我要在夏季前两个小时才用餐 其实也是有点太早了 因为马来西亚时间也只是凌晨三点 然后我其实是蛮想睡的 没有办法都已经点了 那我就勉强的吃我的食物啦 起飞咯 然后差不多三点 凌晨三点 马来西亚时间 日本时间四点的时候 被叫起来吃热份早餐 那个前菜是不错 然后这个主菜呢 就有点逊色 是那个breakfast grill 我觉得超级难吃的啦 吃完就差不多要降落了 晚上的业绩呢 虽然说是成大商务仓 但还是挺累的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选白天的班级吧 这样才能好好享受商务仓的福利啊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再见啦 各位 我要下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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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You step all the way to Thank you Thank you by bwd6